为了解决秀林部落满葬的问题 秀林部落召开会议 邀请到相公所生命礼仪所进行说明 这次的会议主要是以公共事项 针对新建纳谷墙一事获得族人的认同 经过说明会和沟通之后 大家一致同意要在秀林将部落新建纳谷墙 解决目的不足的问题 秀林相公所停车棚 办理秀林部落142年度 第二次部落会议 并且针对秀林部落满葬议题 需要新建纳谷墙 秀林部落主席都努 部落事务组长钟义明 秀林相公所生命礼仪所所长何文忠 民政客长卓龙贵 接一同到场餐饮会议 秀林部落会主席表示 这次部落会议主要是针对秀林村 部落纳谷墙幸占已否 因此这项建议案 已经属于公共事项非统一机制 且部落满葬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若纳谷墙未能尽速建设完成 将会造成往生在地的主人们 必须到其他地方进行安葬 因此建设纳谷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因为现在纳谷墙比较偏向就是 就是已经算是公共事项了 已经不是智商了 因为它原则上是对部落的整个共同利益 它不是一个对外引力 它原则上它服务的对象是 我们自己部落的主人 那其实它有一点走智商的话 那种繁琐的程序 其实也不太好了 因为要一户要棒 要一个部落要一半的家户来出席 来开会其实也蛮困难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 现在的形势就是不用开智商了 不像以前那么繁琐的规定 就是以现场来的人 然后举手过半表决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子也会让 因为毕竟部落满上的议题 是蛮严重的啦 因为这个还要去等 整个繁琐的智商同意的话 其实还不及及啦 我们秀林部落是同意 在秀林的那个墓地盖我们的纳谷墙 大家鼓掌一下好吗 圣运理所所长何文忠也足以说明民众的一例 怎么支持我们公所来新建这个大虎墙 那这边我们这边一定会在后续的沟通跟协调 那做设计规划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会充分的跟你们做沟通 到时候你们要做什么样的那股墙的形式 还有什么样的图案 这个我们先规划好 规划好之后 我们再来跟部落这边来多做讨论 让大家能够让我们做出来的纳谷墙 能够符合我们秀林村的地方的一些特色 在经过秀林乡公所、生命理所、承办员 以及所长的说明之后 现场主门也提出对纳谷墙维护 收费安全性以及设计进行询问以及建议